这是六行牵引式免耕播种机,配套60至90马力拖拉机。 作业行数六行,适合全接杆覆盖、耕茶覆盖的大面积地块免耕播种和常规播种。 这是四行牵引式免耕播种机,配套50马力以上拖拉机。 作业行数四行,适合全接杆覆盖、耕茶覆盖的大中地块免耕播种和常规播种。 这是两行牵引式免耕播种机,配套30马力以上拖拉机。 作业行数两行,适合全接杆覆盖、耕茶覆盖的中小地块免耕播种和常规播种。 这是四行牵引式免耕播种机,配套50马力以上拖拉机。 作业行数四行,适合耕茶覆盖、耕茶覆盖、耕茶覆盖、耕茶覆盖的中小地块免耕播种和常规播种。 这是两行牵引式免耕播种机,配套30马力以上拖拉机。 作业行数两行,适合耕茶覆盖的中小地块免耕播种和常规播种。 独特的结构与功能。 适用性 吉林康达牌免耕播种机,能够在全部玉米接盖覆盖或流查条件下免耕播种作业。 在小麦接盖盖覆盖下免耕播种作业,作业前不用清理接盖,不用灭茶悬耕整地,还可以在常规种植条件下播种。 一次进地完成生石化肥,切断清理肿床接盖,整理肿床,开钩,单粒播种,复土,重振压等工序。 通过性 凡事与土壤接触的部件都是滚动作业。 有效地避免了接盖量大时作业脱堆拥堵,保证了较高的通过性。 入土性 加大直径的施肥开钩器,播种开钩器,松土圆盘,超重的结构设置。 保证了在免耕的条件下播种施肥深度。 保证性 单元盘施肥开钩器,施肥开钩时动涂少。 仿形轮对肿床进一步压实。 双圆盘小夹角拨种开钩器,挤压式开钩。 不翻动土壤,种子与土壤紧密接触。 空心窄橙胜V字形镇压轮。 挤压幅度并且镇压强度大,实现了最有效的保伤。 施肥量和施肥位置的精确性 搅龙式排肥器,保证了高速作业时施肥量精确。 加大直径的单元盘施肥开钩器,保证了施肥深度的精确。 波种量和波种位置的精确性。 指甲式排肥器,适应不同型号的种子,单利率达到了97%以上,空利率4%以下。 仿形轮与波种开钩器同位设置。 实现了同步仿形。 V字形设置的窄空心橡胶附土镇压轮。 挤压附土重深度控制准确。 排肥器的二次排肥功能与弧形导肿管配合。 出肿口离肿床近,实现了近距离零速投肿。 波种株距更准确。 双圆盘小夹角波种开钩器,积压出的V型肿钩。 种子左右无偏移。 智能性。 微电脑与光学技术相结合的波种监视仪。 声光数据三重显示。 实现了漏波时报警,显示波种隶数,统计作业面积,智能化程度高。 高效性。 适合高速作业的指甲式排肿器,角龙式排肥器和相关部件有机组合。 加上超重结构设计,保证高速作业时切断接杆,开钩,施肥,波种,附土,镇压效果良好。 最佳的作业速度达到8公里。 两航机小时作业面积可达0.8公顷。 四航机小时作业面积可达1.2公顷。 作业效率是普通波种机的两倍。 作用与效果十分显著。 一是,出描率提高。 该波种机可实现波种深度控制准确, 株距均匀一致, 镇压强度适中, 种子与湿土充分接触。 与其他波种方式比较, 出描率可提高5%至15%。 二是,抗暗保伤能力增强。 由于波种前不需动土, 波种时动土少, 加之有阶杆覆盖, 大大减少了土壤水分蒸发。 春耕波种时, 耕层含水量比常规波种方式增加15%。 加之深松作业, 阶杆全覆盖的地块, 形成土壤水库, 相当于增加年降雨量50毫米。 作物抗旱能力延长10至15天。 三是,抗倒伏能力增强。 由于波种前没有动土, 波种时镇压时, 根系扎在石土上, 不易倒伏。 四是, 土壤有机质增加。 全部玉米接盖复复团田, 每年可增加土壤有机质, 百分之零点零一至百分之零点零六。 同时, 土壤有益微生物生存环境改善, 连续四年实现接盖全部环田的地块, 蚯蚓明显增多。 三十厘米耕层有蚯蚓130条, 对比田只有六条。 多年实施土地肥力增强, 综合生产能力得到恢复和提高。 对实施三年接盖覆盖的地块实测, 土壤有机质增加百分之零点二三。 土壤融重仍保持在1.3左右。 十分有利于作物生长。 五是化肥利用率提高。 胎机具可实现侧身精准施肥。 由于施肥均匀, 施肥位置准确, 化肥的利用率可提高百分之五。 到百分之十。 根据实验数据, 化肥利用率每提高百分之一。 宫顷玉米增产五十至一百公斤。 六是结本效果显著。 免羽根拨种, 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耕作环节。 拨种前不需清理接盖, 不用灭茶悬羹整地。 根据减少作业环节的不同, 工情可节约生产成本八百元至一千五百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